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进入到了第五段还有第六第七段 我们比较了各国的市场的特色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各国做比较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课游走世界的市场里 那最后呢因为就是这一个单元的最后一课 我们再来统整整个第一单元旅人之歌 好我们先来课文回顾一下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堂课呢 做的观察的景象以及风土明晴 好我要来请你回顾一下咯 看看你能不能呢 那不要看着课本 用回想的方式想想看 作者在日本的部分 第一个提到的是他的市场是很明亮 很干净的很好 再来他的货品是摆放的 井然有序 好 再来他的鲜鱼是会按照种类大小移去排斥 再来呢他说他的地面 好地面是怎么样 没有钉点的痕迹 没有脏脏的感觉 然后空气是怎么样 空气是没有一丝的意味 好 那这个时候作者他说 这样好像仿佛透露出 好日本人近乎神经质的规矩 还有他非常的小心 他们也非常的谨慎 好 就是在日本的部分 好 再来呢意大利呢还记得吗 他第一句话用一个连接词 说意大利则不然 很好 意大利则不然 就是意大利则不是这样的 好 他先说了他的菜书于先 怎么样 他并不是跟上一个日本人是一样 他们是未必排放的整整齐齐 而且呢 他的蔬果是大辣辣堆放 很好 他用大辣辣很随性的摆放 虽然很随性 但他的颜色却会有搭配到 有顾到 彼此是能够衬托香的一张 还有你的例子是什么 番茄 红彤彤的番茄不会跟辣椒摆在一起 他而是跟谁摆在一起 可能是黄色的节瓜花或是翠绿的青椒 这些都是他所看到的景象 好 那他所觉察到的风土民情则是 好 这都透露出 好 他们意大利民族热闹的美感 好 他是怎么 怎么说的 他说是能够心领神会 并不需要去解说 就能够感受到的热闹美感 好 再来呢 法国巴黎呢 他说他要 他们都是大排长龙的去排那个法棍面包 长棍面包 好 而且平时他们是明明就是很巨傲 没有耐心 但此时却愿意心平气和的来排队 那这个呢 展现出的是对每位的执着很好哦 好 看来你们对于这三个国家的市场都很有了解 景象还有风土民情 好 都是这一刻很重要的地方 好 那我们呢 来比较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呢 其实在前面都讲了很多 这些都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好 但是相同的是什么 好 我在最后面已经写了 都展现出各国的风土民情 你想想看 虽然他们都不一样 虽然日本人的市场 意大利的市场 法国 巴黎的市场 好 好像都展现了不一样的风格 好 但是相同之处却是 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地方来了解他的 好 来了解他的特色 来了解他的风土民情 他的习惯 他可能是人物的个性 民族的特性 好 都能够从这个市场来感受到 来展现 好 那么我就要来请你们回顾了一下 我们这一课上完之后 你觉得为什么作者会把课名说叫做游走在世界的市场里 游走是什么意思 市场是什么意思 你用20秒的时间来想想看游走是什么 市场是什么 那等等我们来看看教育部的字典对于游走的定义是什么 市场的定义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咯 好 我们来看教育部他的说法说游走是指漫步行走 例如四处走走 那你觉得作者对于游走的定义是什么 并不只是游走吧 并不只是四处看看 并不只是漫步行走 我觉得呢 我不知道你跟我的想法一不一样 作者对于游走 除了漫游行走之外 之外 更加上的是他慢慢的感受很好 他慢慢的体会 所以这个时候的游走 并不只是双脚的走动 还包括了他心里面的走动 心里面的走动就是可能是慢慢的感受 慢慢的体会 所以他才会除了有观察景象之外 还能够觉察很好 能够觉察他所带给他的感觉 觉察这个地方的风土鸣情 所以呢 游走对于作者来说 我觉得并不只是走路而已 并不只是漫步行走 还可以再加上慢慢的感受 好 那么再来我们进入了市场 市场的定义呢 市场的定义 好 在一样在教育部的国语词典里面 有好多个定义 可能是我们先来看 例如菜市场 超级市场是买卖货物的地方 再来呢 好 海外市场 国内市场 这是商品行销的地方 再来第三个呢 好 可能是潜在客户 好 这个地方很有市场 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经济效益 这个地方卖是一个卖珍珠奶茶 很好的市场等等的 好 这个地方是很有购买力 有愿意购买的潜在客户 好 这三个是在教育部的国语词典里面 对于市场的定义 那你觉得作者对于市场的定义是什么 他去的地方可能比较偏向于低一点 对不对 菜市场是买卖货物的地方 但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买卖货物的场所 他还有什么 你想一想 还有加上人与人的互动很好 还有呢 你还记得我们在做觉察练习的时候 我有写到 假如说是老板的叫卖声 或者是跟顾客之间的交流 或者是刚刚日本的部分 他说可以透露出他的性格 所以呢 这个市场对于作者来说是可以展现一个地方的特色 那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在地文化 那你再回顾刚刚的游走在世界的市场里 他真的只是这样子走一走 走到市场里面 好买个东西就出来吗 好像并不只是这样 他在里面感受的东西更多 所以你怎么解释游走在世界的市场里 好你可以想一想看我黄色的地方 他漫步行走 慢慢感受 感受什么 感受这个市场里面带给他的文化 带给他的真实感 好 所以呢 我会觉得我们思考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列出来 游走在世界的市场里 所代表的感觉是 好 慢慢行走 慢慢感受 一个地方的在地文化 好 所以作者他不只是在日本 他是在感受日本 他并不只是进入了市场里面 他也是在感受市场里面 带给他的在地文化 好 那呢 我们这一课呢 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要来统整一下 我们第一单元的旅人之歌的这四课 好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好 第一课是我们的影响华联 第二课呢 第二课呢 是到布莱梅当个月师吧 第三课是旅客留言部 第四课呢 就是刚刚的游走在世界的市场 这四课呢 共同的特色 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出 感受得出来 都是作者在对于他的旅行 他的旅游 所写下的一些感觉 那呢 在旅行过程中 眼睛所见 耳朵所听的书是就叫做旅行的见闻 旅行见闻 好 现在很多人 可能会在可能脸书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 会去抒发一些他去一个地方旅游的一些感受等等 这些都可以叫做旅行见闻 或者是在旅游节目啊等等的 好 除了把他看到的 他耳朵听到的写下来 还加上了自己的感受 好 那呢 我们来想一想 为什么 为什么作者要写他的旅行见闻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下面三个是我想的 那呢 你想的是什么 请你一分钟想想看 跟我想的不一样是最好的 闭上眼睛想想看 旅行见闻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知道了一个地方或是知道了一个作家 对于一个地方的旅行见闻有什么意义吗 好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呢 我觉得透过作者的旅行见闻 可以使自己好似也去了一趟旅行 好 例如我没有去过法国巴黎 但是呢 我看到作者这样子写说 原来他们的小摊贩 也会有人在排面包 排队面包 好像我自己也去了一次 因为我之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可以因为作者的写 他写下来的感受 让我自己好像也去了一趟 好 再来第二个呢 是能够了解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想法 好 什么叫做传达给读者的想法 观察到的是一回事 但想法呢 想法又是另外一回事 像刚刚他提到的日本 每个人可能都对日本有一点观察 日本的市场 他写说井然有序 但呢 作者的想法是他觉得这个市场 是能够透露出一些讯息的 透露出什么讯息 透露出日本人的个性是非常谨慎的这件事情 好 再来 第三个 他认为呢 我认为啦 每个人旅行见闻的可能不同 相同地点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好 例如 好 我可能也去过 我也去过意大利 好 我可能就没有感受到说他那个热闹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美感的部分我真的也有感受到 例如是市场 他说市场的蔬果的摆放 但我可能是从别的部分 我可能是从他们的建筑的部分观察到 他们晒衣服的样子 他们衣服的搭配 好 那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很有美感的 所以我可能同时也觉得有美感 但是我并不是从市场的那些景象所感受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互相比较 互相分享这样子 所以一个作者的旅行见闻呢 对我们的帮助可能会有这一些 你的内心的感受跟作者的感受可能也不太一样 好 不知道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吗 好 再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 我们试着来说说看 第一课到第四课作者的旅行见闻 好 在第一个印象花莲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自然 土地 还有人文 这些是向阳他针对花莲所说的嘛 那这些是他想要呈现出花莲的美感 他都是用这些地方去做出来的 再来呢 第二课呢 到布莱梅当个月师吧 这个比较特别 这一刻呢 你还记得作者是用一个 一个童话 他把这一 他这一篇文章 他没有特别说布莱梅这个地方 多么漂亮 或者是有哪个自然景色 多么吸引他 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讲 这一个地方的故事 这个地方的童话 能够唤起他 对于布莱梅这个地方的旅游记忆 好 那呢 第三课呢 是旅客留言部 那呢 这个作者是用很多旅客的留言 对 这个留言部 他可以经由这些留言呢 去好多好多地方 然后他进而去发掘 城市的美丽 还有居民的热情 那最后一个呢 第四课 游走在世界的市场里 好 就是刚刚提到的 作者是借由观察的 观察各个国家的市场 去觉察风土民情 好 所以呢 这四个地方用的手法 不太一样 他对于旅行的见闻 也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共同之处是什么 要怎么样才能够写出 这样子的文章 还有要怎么样才能够 把这些美 不一定是自然 不一定是人文 把这些旅行 很特别的想法写下来 都是因为他们都 细细的去观察 很认真的去体会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所做的 旅人练习 好 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最后一个练习 好 请你选择一个旅行的地点 好 利用其中所观察到的景象 再加上很重要哦 旅行中的体会及观察 来写出一篇短文 好 例如地点呢 你的景象是什么 好 这在我们上一个练习有做到 所以你可以用上一个 一样的地点没有关系 或者你要换一个地点也OK 好 那我的例子是 地点呢 可能是铁塔 东京铁塔 景象 我观察到的景象呢 是樱花 还有传统市场 这是我几个观察到的景象 那我对于这些景象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要把它写出来 例如 可能我走 我走路 我漫步在东京街头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干净的街道 那这个街道呢 好 让我给我的感觉是 人们虽然是急急忙忙的 但他们却懂得享受生活 他们下班之后呢 可能还会一起去相约去看夜音 好 然后呢 在传统市场所工作的人们 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专注的 很执着的 好 等等就是我的体会还有观察 那你的呢 好 那这就是你今天的作业咯 好 一样选一个地点呢 然后再写出一片短文 那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 好 期待下次再与你们相见咯 拜拜